各位饭堂好 你身边有人罹患失智症吗? 失智症跟其他破坏身体的疾病很不一样 它攻陷跟摧毁心智 使我们最爱的人变成陌生人 其中阿兹海默症占失智症患者的6到7成 2023年5月 对抗阿兹海默症的护脑基因研究出炉 有机会打破几乎束手无策的现况 催称致病新药跟新策略 在这支影片让我们来了解 发生在大脑里的灵魂保卫战 而且这是6000人跨越30多年 用他们的人生交给我们的一堂课 盯着一幕那么久 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说的 明亮有神的关键是什么吗? 每日补充叶黄素28毫克 就是真正明亮的关键 老鞋针亮晶晶添加美国FDAGIS认证 专利游离型叶黄素 精选枸杞、白菊、黑豆等天然食材 具备叶黄素与玉米黄素 高效比例5比1 提醒饭团们每天喝 跟我一起保持 尽量有神 1906年德国一位医师阿兹海默 发表一个病例 这名女性的患者呢 在生前接受治疗的期间 达非所论 时间感混乱 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这种导致大脑病变的疾病 后来就称为阿兹海默症 这位病患过世后 阿兹海默医师解剖他的大脑 发现脑部严重萎缩 而且脑组织的切片 经过迎览射后 可以看到布满许多斑块 神经细胞也扭曲变形 这两种脑部的变化 到现在还是诊断 阿兹海默症的重要依据 后来的科学家 接放研究 检验出这些斑块 是有一类叫做 类淀粉蛋白质的 不可容蛋白质所形成 这些蛋白质 会沉淀在神经细胞外面 部分研究者猜想 这些斑块 或许是导致神经细胞活性衰减 或死亡的凶手 顺带说一个冷知识 这些异常的蛋白质 跟食物里的淀粉 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染色以后 看起来跟淀粉染色类似 淀粉的拉丁语是 所以早期的科学家 就把它叫做 类淀粉蛋白质 一直沿用到今天 神经细胞的扭曲变形 则是因为神经细胞里面 冒出了大量的 超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 会在细胞内部聚集成 杂乱纠结的纤维状结构 也可能因此造成 神经细胞没办法正常运作 哇 抓到大脑异状的可疑元凶了 离找到解药就不远了吧 没想到 焦急的病患跟家人们这一等 就等了快要90年 第一个阿兹海默的药 一直到1993年才推出 而且只能延缓心智瓦解的速度 没办法逆转病程 1993到2003年之间 一共有5种药上市 其中4种的功效 是提高神经传导物质 乙烯胆碱的浓度 使神经讯号能够顺利传送 另一种药的作用 在神经细胞膜的NMDA受体上 这种受体分布在脑部的多个区域 可以接收神经讯号 跟认知学习有关 打个比方 这些药都像是给 濒临游进灯窟的脑神经细胞打强心针 再尽可能多传递一些讯号 只能暂时减轻症状 没办法解除病因 目前全球失智症患者 估计已经超过了5500万人 估计2050年的时候 会膨胀到将近1亿4千万人 台湾更是现在进行事 推估80岁以上 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失智 一个影响如此之大的疾病 却只有少的可怜的解方 纵观整部医疗史 这种山穷水晶的情况 其实很少见 其他的病再怎样难缠 或多或少 总可以想出一些办法 就算是万病之王癌症 人类还是不断做出新药 新疗法 不会落到这种两手一摊 无计可施的地步 2003年以后 又是一大段空白 到了2021年 终于有新药 Aducanumab问世 它是第一种 直接针对可能病因的药物 锁定的目标 是清除类淀粉蛋白质 距离发现阿兹海默症 已经有115年之久 然而这款药饱受争议 大致来说 它最大的问题是 虽然能够减少类淀粉斑块 但是只有部分受试患者的认知功能 稍有改善 当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咨询委员会的11名委员中 1人弃权 10个人投下反对票 可见得专家并不认同这款药 达到上市的标准 但是FDA 还是在病患人数多 有迫切医疗需求等等考量下 强行核准过关 事后陆续有3名专家 奋而辞职 掀起一届不小的波澜 2023年1月 第二种新药 Lecanamab推出 治疗过程中 可以把认知功能退化速度 减少约1 4分 5月上旬 第三种药 Donanamab 公布了第三期 人体临床试验结果 减少认知退化速度 约1 3分 两种药也都针对类淀粉板块 疗效比第一种药 Educanumab 好了不少 但是使用上有限制 例如Lecanamab 建议在疾病早期使用 效果可能比较好 然而很多阿兹海默患者 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 两种药也都有副作用 例如用药后 部分患者发生脑水肿 或脑出血 换句话说 现在寥寥无几的药 都还有无法忽视的缺陷 找药已经找到焦头烂额的科学家 灵光一闪 另辟蹊径从基因下手 而且还真的让他们在阴霾中 找到了一丝亮光 过去两三个世代的科学家费尽心思 上山下海去搜索 跟阿兹海默症离病风险相关的基因 他们的想法是 直求对决 想办法抑制或清除掉 致病基因产生的坏东西 大脑自然就没事了 比如说第一型凿老数 PS1-1 第二型凿老数 PS1-2 以及APOE-脂蛋白基因等等 早老数顾名思义 被认为跟脑神经功能衰退相关 APOE 则是跟人体代谢胆固醇 以及三酸甘油脂有关 也会影响脑部类淀粉蛋白质的成绩过程 但是也有科学家偏偏跟别人逆向 他们问的问题很简单 既然会有毒害大脑的基因 那有没有能够保护大脑的基因呢 他们认为 只要弄清楚这些基因是用什么方式 为脑细胞穿上金钟罩铁布衫 那我们不就可以照抄吗 但这种研究 我们可以想象非常难做 因为如果要找到坏基因 可以比对病人跟健康人的DNA 就有办法先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就好像拿癌细胞跟健康细胞来互相比较 可以挖到深埋在DNA里的致病基因 但是要找护脑基因 却没有对照组可以当成参考的基准点 也因为这个主要障碍 这类研究推进了相当归属 为什么没有对照组呢 因为最理想的受测者必须满足三项条件 第一 他体内要攜带能保护脑的基因 虽然科学家这时候还不知道这些基因是什么 第二 他同时也带有会伤害脑的基因 还有关键的第三点 那就是要可以观察到护脑基因发工 压过伤脑基因的破坏力道 天哪 这也太难了吧 不过还居然真的让科学家 找到了理想的试验对象 或许更精确的形容词是 终于让他们等到了 在南美洲哥伦比亚 由一个被早发现 阿兹海默症魔咒缠身的大家族 人数呢 约有6000人之多 其中许多人通常在40岁到50岁之间就发病 远比一般人来得早 病情恶化速度也更快 科学家追踪这个家族30多年 禁别出和脑部退化相关的多个遗传因素 2023年5月 研究团队在Nature Medicine发表成果 他们分析了大约一千两百位带有 早发性致病基因的家族成员 从中呢 找到一名特殊个案 这个男性首次接受认知功能测试的时候 已经是67岁了 已经超过发病年龄中位数20多年 但是却只有轻度的认知障碍 没有恶化成失智 之后科学家扫描这个人的大脑 发现脑部堆积大量的类淀粉斑块 还有滔蛋白质造成的神经细胞纤维纠结 简单来说 他的大脑就像一个严重失智病人的脑 不过呢 其中有一块名叫内秀皮质的脑区 只有少少的滔蛋白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 内秀皮质紧贴着掌管记忆形成过程的海马回 他的角色有点像海马回的守门人 能够把远处脑区传来的电讯号 接力送进海马回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 内秀皮质跟记忆 还有空间定位能力有关 2014年诺贝尔生意奖的得主 欧基普跟慕色夫妇 因为发现动物利用脑中一组 排列成六角形网格状的特殊细胞 来寄住地图跟认入 因而获得殊荣 网格细胞就是位在内秀皮质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内秀皮质 通常在疾病早期就遭到破坏 因此导致频繁迷路 出得了门回不了家的症状 是不是应该帮索隆检查一下 他的内秀皮质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这个男性的基因 发现他有一个被称为RELN的基因 发生突变 RELN基因已知和思觉失调症 躁郁症等脑部变化有关联 但这个基因跟阿兹海默症有什么关系 我们以前知道的很少 为了了解这种突变 会触发什么后续效果 研究者改造小鼠的基因 实验结果发现 突变的RELN基因 转移出来的蛋白质 会促使滔蛋白质发生化学修饰 降低了某些脑驱里滔蛋白质聚集 形成纤维纠结的能力 这项研究其实是史上第二例基因突变 大幅延缓早发现阿兹海默症病程的报告 第一例是同一个家族的一位女性 2019年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 她比同家族的人晚了将近30年才发病 不过她发生突变的地方是在APOE基因 突变之后APOE脂蛋白的致病率减弱 比较难以造成脑部病变 这两份研究报告带出一个假设以及一个挑战 新的假设是用人为方式加强RELN的护脑效果 或是削弱APOE的伤脑能力 对于开发新药以及新疗法来说可能是更好的目标 不过持平来说 目前这类护脑基因突变仅仅发现两例还太少了 只能用试验结果建立假说 也不能确定是不是适用于所有患者 必须累积更多调查跟试验数据才能判断 提出的新挑战则是 现在FDA核准的药物都是锁定类淀粉蛋白质为目标 还有一大堆同类的药正在烧钞票试验中 但是新研究对于类淀粉斑块致病假说 是一剂强而有力的警钟 或许滔蛋白质的角色一直被误解了 或许它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又或许根本不需要保护整个脑 只要想办法保住关键脑区或是必要的神经元通道 就可以对抗阿兹海默症了 这些问题都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类淀粉蛋白质是主要致病元凶的说法 在这几年已经受到不少的质疑 原因有好几个 概率来说 主因是科学家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当事人的大脑里 有类淀粉斑块的成绩 但是心智没有明显受影响的案例 还有长久以来全球许多的研究团队 把类淀粉蛋白质当作开发药物的目标 结果失败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也让人对这个假说起疑 就在2022年阿兹海默症医疗史上一桩恶名昭彰的丑闻爆发 更把致病原医的争议推上了最高点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位神经科学家揭露2006年 发表在Nature的一篇阿兹海默症经典论文《涉嫌造假》 这篇报告以及他后续的研究 提出某个类型的类淀粉蛋白质可能导致阿兹海默症的看法 2022年7月Science刊出长篇报导指出 科学界调查认为有数百张论文的图片疑似有问题 这把火最直接烧出来的问题是 会不会整整16年来大家都被误导了 白白浪费了大批科学家的时间 连带烧掉了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呢 这里我们没办法再多讲细节 如果你想更了解这场阿兹海默之乱 跟它后续的影响 想知道研发阿兹海默药物的百年齐驱录 和未来进程的更多薪知 或是想跟上失智症的其他最新研究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来投票喔 话说回来 这并不是说类淀粉斑块的假说 就此被一杆子打斑 毕竟有很多患者的大脑 有明确的斑块成绩是事实 而且丑闻里牵涉到的 只是类淀粉蛋白质之中的特定类型 再加上2023年针对类淀粉斑块的 Lacanamab跟Donanamab两款新药 的确有疗效 也是有力的佐证 目前生物医学界的看法 逐渐转向认为 阿兹海默症很可能不是单一种疾病 而是应该再切分出更多雅形 类淀粉蛋白质斑块是部分患者的病因 但不是全部 打个比方 就好像同样是肺癌 依照基因的差异和疾病的进程不同 医师跟科学家可以把患者再分成多个小群 每一群都有相对更适合的疗法 举例来说 前面说到的 从阿兹海默症家族 发现的伤脑和护脑基因 以及关键脑区有没有受损 或许就有机会成为 打开分型治疗之门的几把钥匙 如果这个多雅形的新观点成立的话 那么要怎么样为患者分型 有哪些生物标记可以用 每种雅形要怎么治疗 这些一连串的问题 势必会变成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医疗 即将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不过呢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果你身边也有人对这个议题好奇 欢迎将这集影片分享给他 如果你就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或是照顾者 再次跟你说声辛苦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些失智症科学的发现 或是有什么后续的问题 也欢迎敲碗来问喔 最重要的是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来提案讨论吧 我们近期也会持续推出 会员的新福利 最后记得一定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